挑战找两个肌肉男掰手腕 分别告诉他们要输给对方 但不能输得太明显 看他们什么反应 真会玩 老板 把你们这只有最大的教练教练 先去一家健身房 找他们肌肉最大的教练 教练 华赛 这家伙身上的肌肉全是肌肉 教练你好你好 就有没有兴趣参加个掰手腕比赛啊 就成功了 我给你办卡 可以啊 还你办吗 他也太看得起我了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断练一年了 还是是细狗 就我想让你掰手腕故意输给他 让他找回点信心 这当然是我编的了 这么简单输就行了 那你不能演得太假 没问题 教练也太单纯了 教练教你了 然后联系其他地方的健身教练 可以可以 那我现在过去 等一下见了 另一个教练马上就过来 这边 哇塞 这哥们的攻二投机比我的头糟的 我说细狗吗 这还不细啊 哎打个打护呗 好了好了 你马上 比赛 比赛 开始 小兰正在想对方为什么这么猜 小红在冲击击花奖 小兰终于摆一过来 开始展现他的眼睛 我的天哪 小红居然在往反方向 哇塞 小兰终于发现了小红的阴谋 也开始往反方向入力 今天这张健身卡到底露死谁手呢 我把你 我把你 我丢 双方居然因为同时向反方向用力而脱手了 看得出来他们三个都很无语 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数给对方 好 第二轮 比赛 开始 好的 现在比赛内容变成了反正还要换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固了呼吸 哇 除了这个裁判还在诡较 小红尽了命的往反方向费 小兰好像快坚持不住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她将要取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难道这场比赛的胜速就要揭晓了吗 难道获胜 小红还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 恭喜恭喜恭喜 小兰非常遗憾的取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 本次白手冠比赛获胜的是 马芳 恭喜恭喜恭喜 哎不应该啊 怎么会输了呢 真的好啊